5天击落6架俄军战机,以色列导弹嫌疑大,越南也已装备。 2008年的5日战争中,乔治亚短短几天就击落了6架俄军战机,型号从苏-25SM、苏-25BM到苏-24M,甚至包括图辅22M3战略轰炸机。 有分析指出,俄军虽然占据空中优势,却犯下若干重大失误。 首先是低估了对手的防空能力。 其实在开战前,俄罗斯早已珍惜乔治亚的防空体系实力,甚至具体到每处防空阵地的位置和各型武器的技战术性能细节。 据俄方情报显示,乔治亚当时主要拥有为数不多的苏制或来自东欧国家的防空导弹,比如山毛举,M1中程防空导弹和萨姆-7携带型导弹。 但这并非乔治亚防空力量的全部,该国在保密状态下悄悄地接收了多套来自法国。 以色列的防空武器,比如以色列制造的Spider-SR禁具防空系统,集成由德比、怪蛇二型空空导弹改造而来的地空导弹,不能排除就是其前的好事。 值得注意的是,越南也已列装起马三套该型防空系统。 此外,乔治亚还装备了一些比较先进的雷达,包括乌克兰制造的ST-68U,并通过乌方对革军现役T-18雷达进行了现代化改造。 由于过分低估低防空力量,俄军没有将之全部催就派出轰炸机执行空袭任务,结果让后者变成了格军的拨把子。 而且,当时俄军的轰炸战术相当死板,各型战机都在同一条航路上飞行,导致乔治亚方面将继就继在前者所经之处布下防空伏击火力,取得了较大战果。 二战和越战期间,苏军、美军都犯过类似错误,比如1972年底美军在空袭越南北部时,因连续几天不更改飞行路线而被越方击落了多架B-52轰炸机。 五日战争的重大损失让俄军汲取了宝贵的经验教训,2015年进入叙利亚作战时前者就配备了强大的防空力量,S-300、S-400、道尔、M-2、铠甲、S-1,用于保卫几方机场。 而乔治亚也没闲著,在2018年5月31日该国举行的防空日纪念活动上,乔治亚防潮来万一索利亚宣布列装多型新制防空雷达, 包括由法美合资的泰雷兹、雷神公司制造的GM-403陆基固定式雷达,探测距离470千米,和GM-200车载机动雷达,探测距离250千米,2015年双方签署的合同总价约为6500万美元。 MING PAO TORONTO